经常熬夜看小说的人都知道会容易猝死 眼前这个女人就因为熬夜看小说猝死或三出了 林诺诺 我真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情 就算你不认清之当妹妹 可她已经做出让步搬出老宅 却还步步紧逼伤害她 清之还生着病 你却把她关在地下室一天一夜 要不是爸找到她 说不定就出人命了 照我说 你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把林诺诺找回来 像她这种粗满恶毒的人 怎么可能是我的亲妹妹 你今天必须给清之道歉 要是不拿出态度来就滚出林家去 我林明言没有你这样恶毒的女儿 大 三哥 你们不要怪姐姐 是我不好 不该好奇去地下室 姐姐一定是以为里面没人才叫门关上的 嘖嘖嘖 真没想到这女主看着无辜 却也这么心机深沉 她是被关到了地下室没错 可因为里面一直没声音 远主不到一小时就把门打开了 是她故意在里头待了一天一夜 博取别人同情 林诺诺 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三哥你听错了吧 我刚才根本就没有说话 哟 这就是那个被女友骗到缅北卖干卖善 还被逼打黑工的林三少吧 没想到这人不仅脑子不太聪明 耳朵也不太好使 实在是可怜 看来就是今天了 过了今晚 她就会被关到缅北某园区的地牢里 和老鼠蟑螂作伴 等下一次见面 就要等半年后了 爸 青植 你们刚才听到她说的话了吗 哼 三哥你是不是太累 出现了幻听 要不你还是赶紧去机场吧 累了 就在飞机上睡一觉 别耽误了和三嫂的旅行 赶紧去吧 缅北的大门正大开着 欢迎你呢 既然不装哑巴了 那就来说说你打算怎么和你妹妹道歉吧 大把 姐姐她 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为了反省 我决定搬出老宅 住去城郊的小房子里 你是认真的 我想过了 这一个月来我任性妄为 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 打算代替妹妹搬出去 好好反省反省 不过 搬出去一个人住 要不少花销 我卡里的钱可能有些不够 城郊的房子 比起老宅是小 但也是个双层独栋小别墅啊 而且还带了一个有草坪的大院子 到时候种上喜欢的花草 养几只宠物 再用从我爹那里坑来的钱 请一个管家 一个司机 两个厨子 两个保姆 就可以一个人过 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了 而且 我刚才看过了 自己几张银行卡里加起来 有三百万的资产 三百万啊 在航门是不多 但对我这种破财命来说 简直是一笔巨款 钱不是问题 只要你以后安分守己 零花钱都不会少的 谢谢爸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四百万 我两辈子加起来都没存过这么多 和便宜爹先要这么点 等走的时候再跟其他人要点 争取凑个六百万 六六大顺 爸 你听到林诺诺笑了吗 他什么时候笑了 我看你自从投资失败 就变得神神道道的 精神都出问题了 有空赶紧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去 三哥 刚才我收到萱萱发来的微信 说他已经在机场了 你还是赶紧过去吧 别让他久等了 全只萱是林欣义的女朋友 一年前新进世家小陈家的千金 也是林清智的闺蜜 怎么这么早就过去 飞机不是下午四点才起飞吗 可能是萱萱迫不及待 想和三哥见面了吧 他可是期待了这次旅游很久 你可以去机场和他一起吃午饭 对骗子连摆 官邸下屎 麦干麦善 打黑弓 今天我有点不舒服 我和萱萱说一声 赶上下招去吧 原来这就是林夫人苏若贤啊 长得可真是漂亮 只可惜 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 听说林家以前连世家都不是 还是林夫人嫁进来后 让苏家极力帮衬 这才有了如今的地位 就这样还有脸出轨仰白月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听你爸在电话里说 是诺诺把清之关去了地下室 没错 不过林诺诺已经道歉了 还说要搬去城郊的小房子反省 城郊的那套二层小楼 那么偏僻的地方怎么可以 他知道错就好了 有我盯着 下次也不会再犯了 那是他自己决定的 他说钱不够 我还给他转了一百万 清之前天也说要搬出去住 怎么不见你这么着急拦着 爸妈 你们千万别为我起争执 我是心甘情愿搬出去的 林诺诺 你给我滚过来 不愧是二十年前的京圈Top级美人啊 就算跨五十岁也风韵犹存 看着就和三十出头差不多 相比起来 便宜爹就老多了 额头嘴角眼睛边上皱纹都很深 站在一起和妇女差不多 实在是不相配 不过他养在外头的小三和他还挺配的 好像是他刀中时期的白月光 家世和从前的林家差不多 长得也没有我妈美 爸 妈 你就让林诺诺出去住吧 他表面看着乖酒 实际上不安分得很 说不定现在就在心里偷偷骂你们呢 诺诺被我们遗落在外这么多年 就算偷偷骂 我们也是应该的 林家宅子这么大 还不至于容不下他一个人 哎呀 美女妈妈真的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整个林家只有她是真的疼我 哪像三个 搞事业搞不好 谈的恋爱还被女朋友戴绿帽 都快自身难保了 还盯着我找茬 活该被陈止轩骗去缅甸打妖子 她如今都敢做出把妹妹关地下室的事了 继续留在这里 往后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 我在林家能做什么 最多就吃吃瓜 挨挨骂 再花点钱 倒是你 做的出格是可比我多多了 算算时间 白月光已经怀孕九个多月了吧 都马上要到预产期了 似乎怀的还是对双胞胎 医院医生还有产房都已经预定好了吧 漂亮妈妈还不如跟自己一起搬出去住算了 或者干脆和扎爹离婚 把财产拿回来 免得到后面全都便宜了小三白月光 莫诺以后要再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我亲自把她送走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累了 先回房间休息 去查一下你姑父最近的行程 看看她最近都在外面干了什么 重点看有没有接触孕妇 或者去了哪家医院 小姑 你怎么叫我查这个 难道你怀疑我小姑父出轨了 你姑父最近是有点不对劲 经常找借口往外跑 不过我也只是怀疑 所以才找你帮我查查 爸爸别生气了 妈妈说的对 我们邻家这么大 不该让姐姐一个人搬到外面去 这次的事也有我的过错 我以后一定努力和姐姐好好相处的 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了 你有什么错 你明明是受害者 这是你受委屈了 把上周刚买下了必是海上的一座小岛 就寄到你名下 算作安慰 这海岛真漂亮 周围的海水也很蔚蓝清澈 雨下海蟹肯定也很多 要是放假能去那边 闲了就坐游艇在海岛附近捞捞海鲜 累了就躺在岛上吹吹海风 别提有多舒坦了 林青芝真不愧是女主 万人迷光还连 唯利是图的扎爹都抵挡不住 这么昂贵的海岛 别说是自己这个不待见的真千金了 就算是几个清歌都没这个待遇吧 爸 这个海岛不是你上周好不容易竞争来的开发项目吗 说是要开发成岛上度假村的 怎么就送给小枝了 我和你白叔叔研究过了 西式的那座海岛更适合一些 这座岛面积太小 交通也不太便利 就送给你妹妹玩吧 爸爸对妹妹真好 我怎么就不是林青芝呢 我要是穿成林青芝 现在这座海岛就是我的了 姐姐很喜欢这座岛嘛 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好了 喜欢啊 我很喜欢 妹妹真的要把岛送我 当然是真的 那海岛是送给你的 怎么能给它 爸爸不是已经把海岛送我了吗 那现在就是我的东西了 之前姐姐回家我还没送她礼物 这个就当见面礼吧 谢谢妹妹 妹妹女人真好 你放心 以后家里家外 我绝对不和你作对 姐姐就当一个透明人 你还是唯一的 最耀眼的林家千金 女主真是好人呐 为了维持人设 竟然把价值一个亿的 海岛送我了 要是她以后都这么大方 我完全可以把 林家真千金的位置让给她 对外就说自己是灵养来的 姐姐你别这么说 你才是真正的林家千金 而我 只是一个被爆错的冒牌户而已 怎么我说真话还没人信了 这么掐自己手不疼吗 小枝 你的手流血了 三哥我没事 指甲太长 刚才不小心刮到了 这伤明明是你自己掐的 你也太敏感了一些 林诺诺这回是真心感谢你 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三哥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 明星月 你怎么和你妹妹说话的 嚷得哭得这么伤心 我 我没说什么呀 我就是让小枝别想太多 这明明是在安慰她 你安慰她是没错 但错就错在 你帮我说话 而且林青芝给自己立了善良大度 心胸宽阔 完美无瑕的好妹妹人设 你当着我和扎爹的面 说她敏感多疑 这不等于是狠狠打她脸吗 大哥肯定是因为林青芝的事情 回来向我兴师问罪的 我继续留在这里挨骂就是傻子 先逃了再说 爸 三哥 我作业还没写完 先回房间了 萱萱电话打来了 我先出去接电话 星逸 你总算是接电话了 刚才你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我都找到青芝那里去了 他没把我的话转告你吗 对不起萱萱 刚才家里出了点事 我没看手机 刚想要给你回电话 既然知道错了 就赶紧过来吧 青芝说你还没吃午饭 我在机场旁边的餐厅定了位置 我们一起吃了饭出发 萱萱 我这几天生意上 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要不旅行改到下周吧 你在哪个餐厅发个定位 我过来接你 什么 改成下周 我们机票都买好了 S国那边的酒店也已经定了 还有各项预定好的行程 都是付了高额定金的 全都没法退的 是我不对 所有的钱我来赔 下周机票酒店 还有活动项目 我也会全都重新定好 保证比这次的还要高级 这怎么能一样 说好今天去 很多游玩项目 都是我精心安排挑选的 花了很多心思 要是换成下周 再多钱也变得不一样了 萱萱 你就体谅我这一次吧 这次的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实在是走不开 为了补偿你 明天我就和我爸妈说明 先去你家把婚给定了 再马上送你一套别墅 和两辆跑车 还有上回拍卖行 你看上的粉钻 也拍来送你 你还想要什么都跟我说 我能给的都给你 哼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我就知道 我的萱萱最善解人意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来接你 我带你去高级西餐厅吃午饭 挂断电话的陈芷萱 神色却很不好看 拿起手机 又拨了另外一个后 阿运哥 事情有变 林星义临时有事 缅北去不了了 他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我这边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全都派去了S国端首 现在你却和我说来不了 说是生意上的事 但具体什么事没告诉我 我怎么劝都没用 生意 林星义不是刚投资失败赔了钱吗 那小公司都申请破产了 还有什么生意 是不是你没隐藏好被发现了 绝对没有 我没露出任何破绽 林家有钱 之前的投资 也是林星义拿来玩票的 说不定最近又从家里拿了钱 去做新的生意 而且要是被发现 他就不会说要和我订婚了 刚才他还给我派了房产证和车钥匙 说补偿旅游推迟 明天就把房车过给我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下周钥匙再出差错 我也保不住你 阿运哥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从林星义手里拿到的东西 我会第一时间换成钱 会到你国外账户里 人也会带到 我对你这么真心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是不是真心的当面演一演 林家那小子有事 这几天你就来陪我吧 早上我正好送完货回京市 我们半山公寓见 真不愧是林家 果真是财大气粗 这么舒服的房间 每天宅着多快乐啊 三哥 你怎么还没去机场 再不去 可就来不及了呀 雨行取消了 萱萱也生了我的气 现在连电话也不接了 取消了 三哥和三嫂吵架了吗 为什么吵架 旅游取消了缅北剧情 还怎么继续 怎么自己一来 剧情就改变了 难道这就是 所谓的蝴蝶效应 我 我生意上临时有点事 就把旅游推迟了 原来是你放鸽子 那他当然不想理你 缅北那边的人 都在S国潜伏好了 就插你过去了 忽然推迟 不知道要损耗 多少人力物力成本 陈芷萱现在应该 很是焦头烂额吧 我要记得没错 他的上级就是他的情人 说不定 现在他就在情人床上 翻云覆雨 奋力用自己的身体赎罪呢 你说什么 三哥 我刚才没说话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都出现两次幻听了 卧槽 三哥这么生气 该不会是因为蝴蝶效应 提前知道陈芷萱 出轨骗他的事了吧 难怪了 我就说他那破产的小公司 怎么可能还有生意要做 绝对是发现了什么 不行 这么大的刮我可不能错过 接下来就该桌奸了吧 我要拿出我的绝学 算一算桌奸地点在哪里 林诺诺把口袋里的纸笔拿出来 递给你心意 你给我纸笔做什么 三哥你在纸上随便写的字 我看看字迹正不正常 快写快写 本大师要来给你册字了 心中一定要想着陈芷萱 我要算算他现在在哪里 这字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林的霜中带着人字 两个隐藏的人 比划纠缠 说明陈芷萱果然在别人暗通款区 双木 说明周围有树木 但不算太多 很有可能靠近郊外 或者地名位置里面 有和木或山有关的字 再看字头 整个偏向东辨 最后一撇右上翘指向北方 应该是在林家的东北方位 有了 以我这么多年算卦的经验 这两人十有八九 就在这个叫做半山公寓的别墅区里 三哥 你要去哪里 我有点事 出门一趟 他能有什么事 肯定是去捉奸了 不行 我也要去看看 林诺诺 你想去哪里 大哥 我和同学约好了 去图书馆一起写作业 大哥怎么这个时候把我拦住 三哥已经开车过去了 我再不出门就晚了呀 你知道你三哥去哪里吗 不知道 三哥女朋友 正和别的男人在半山公寓翻孕覆雨呢 他很有可能是去捉奸的 大哥你就别问这么多了 赶紧帮我走吧 去吧 大哥你有没有觉得姐姐变了 她这一个月从来没写过作业 现在却这么勤奋好学 真变勤奋好学是好事 我出去一趟 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待在客厅了 让刘姨扶你回房间去 林欣义给陈止轩打了几个电话 还是没接 心中正焦躁 没想到半山公寓是个别租区 这么大的地方找人可不容易呀 不过这点困难可难不倒本大师 林诺诺 你怎么在这里 三哥 好巧啊 我来这里找朋友玩 你也有朋友住在这里吗 三哥果然来半山公寓桌奸了 只是他怎么发现我的 我明明躲得很隐蔽 你还有朋友住在这里 几区几号的 我怎么没听说过 五区的 我朋友很多 三哥你不知道也正常 卧槽 三哥定力也太好了吧 都这个时候了 关心我朋友住哪 陈止轩还在七区十号 和情人私会呢 去完了 可就抓不着了 你去吧 我也要进去找人 恩轩 林家那小子对你这么好 你就没动过心吗 当然没有 他那么稚嫩 哪有阿运哥有魅力呀 就算对我再好 我也从来没把他放心里过 说不动心 当然是假的 要不是小陈家 只是组织 为了在国内方便运作 制造出来的虚假空壳 我还真想嫁给林星义 只是假的迟早瞒不住 到时候 不仅林家三嫂夫人做不了 组织这边也会将我 拉入黑名单 别说荣华富贵了 能不能活命都是问题 哈哈哈 不愧是我的女人 有眼光 看到正在床上翻云覆雨的两个 盛怒中的林星义 直接破窗而入口 一脚将赵海已踹下了床 破窗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天拉撸 这也太刺激了 赵海运干政时 被踹这么一下 估计以后都不行了吧 不过这男的 看起来有点老啊 长得也不怎么样 还有啤酒度 何在陈止轩一起 仿佛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也不知道 他怎么下得了嘴的 行 星义 你怎么在这里 啊 假装生气不接我电话 原来是来这里 和野男人私会 陈止轩 为我平时对你这么好 要房给房 要车给车 几千万的钻戒 说买就买给你了 就差没把星星 摘下来送你了 结果你倒好 在外面给老婆戴绿帽 你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当然 是为了任务和利益啊 他的身份是假的 做不了林家少夫人 只能先把你手里钱骗光 再把你人骗到绵北去 一边卖你肾兵你打工 一边把你当人质 和林家索要赎金 最大化炸单你的价值 哼 你家是好 平时给钱大方又体贴 都这样了 女朋友还出轨 不明白着你某些方面不行吗 林心义文言 什么也没说 放开陈止轩 转身一拳 就对赵海运 歪了过去 然而赵海运 常年在两国混迹 身上多少有点功夫 虽然这段时间 有所松懈 长胖的人 很快就回首 和林心义打成了一团 这赵海运 看着肚子这么大 还这么能打 不愧是常年在生死边缘 游走的危险分子 卧槽 他怎么还拿刀啊 不愧是想从背后 偷袭杀了三个 就地取胜吧 阿运哥 别 别打了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哼 要我说干脆把人给杀了 搞那么多麻烦是做什么 这是京市 不是我们的地盘 林心义来的路上 说不定已经告诉了家里 要是他出事 林苏家两家 必定会联合警方一起拦截我们 惹上世家 又回不去S国 组织肯定会将我们舍弃 林心义不知道我们身份 不如就将人给放了 还能继续做其他任务 林心义看到两人如此暧昧的姿势 怒火再对我上来 举起拳头 又要冲上前 心义 心义 你不要再打了 他有刀 你打不过的 这件事是我的错 但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 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 解释给你听 好不好 苦衷 什么苦衷 因为身份是假的 做不了林家夫人 所以要把我骗去 绵北榨干利益的苦衷吗 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那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林心义看着即将逼近胸口的刀尖 内心正绝望 你不要过来啊